从2002年就开始 五条件来帮助水里山光的台北北海福伦社 今年在水里山光协助下扩大协助范围 所有每年捐赠给学生物资与奖助学金外 更增加对新一乡新乡社区 以西纳巴兰国小的相关物资捐赠 台北北海福伦社跟金华社 那两个社来到我们水里这边 跟新一地区这边做社区一个关怀的服务 水里山光这边很感谢 北海社这边长期以来 对我们社区的支持 还有对本校学生的安心就学的辅助 也培养我们学生服务的精神 也带领我们的师长跟学生一起到偏乡部落 这边做关怀的服务 让他们能够学得感恩 北海福伦社长表示 今年已经是第19年 19年来不论是学生奖助学金 或是物资以及学生用品等等 都是由社友无偿提供给大家的 今年已经是第19年 然后来到那个水里山光这边 那因为我们就是持续的在做这个 对不管是学生的奖助金的部分 还有就是捐助部落清寒家庭的一些物资 然后这次还有捐给国小一些需要 他们需要的一些书桌台灯 然后还有一些文具这个部分 那这些都是我们大家 北海福伦社社友们 那个发自内心的一些捐款 然后来帮助这些需要的人 先议员王秀署感谢北海福伦社的用心 不但连续19年捐助奖助学金 更有物资以及学生用品 台北北海福伦社 从2002年就很照顾我们的水里山工的学生 他们不只捐赠了很多的物资 以及我们的奖助学金 今年也扩大了从我们偏乡的地区 针对他们的一些的物资 非常感谢我们台北北海福伦社 让他们的爱能够推广更多人 也谢谢他们 相信在北海福伦社的用心下 学生们不但能够获得很好的资源 也期待未来学生要懂得回馈社会 记者邱平易水里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